今天特朗普在记者发布会上说 他欢迎微软收购TikTok 在8月1日的时候 微软与字节跳动就出售TikTok美国业务进行了高层会谈 美国财政部部长姆努钦 国务卿蓬佩奥及白宫法律顾问西波隆等人相继支持这场收购 根据初步的收购协议 TikTok整体业务估值为500亿美元 微软将以数十亿美金全盘接管 并负责TikTok在美国数据安全管理 媒体报道 特朗普更希望禁止TikTok 而并非支持其业务出售 但不久以后他迅速改变了主意 这背后极有可能是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等强硬派施压的结果 鉴于TikTok在美国广受欢迎 以及美国大选即将来临 川普迅速改变了说法 8月3号他发表讲话 说他不介意微软收购TikTok 为了达成合作 字节跳动已经做了更多让步 他同意完全剥离TikTok在美国的业务 包括未来三年在美国增加1万个工作岗位 消息一出引发了中国国内舆论的震荡 有人说张一鸣软弱 字节跳动此举给中国的海外企业开了个坏头 也有人反驳说TikTok只有这一条路可选 而且是比较好的一条路 TikTok的美国公司总经理帕帕斯 显得对未来很有信心 他在周六的一份视频中说 我们将在这里长期存在 继续分享你的声音吧 让我们支持TikTok 市场一度传出微软暂停了收购 但随后传出收购案仍在继续 而且微软不止收购美国一家 还将收购加拿大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4B的TikTok实体的所有权和经营权 并可能邀请其他美国投资者 以少数股权参与此次收购 如果交易得以完成 TikTok将继续在美国运营 字节跳动则会在微软入股后得到补偿 而这也是继LinkedIn之后 微软再次进入社交媒体领域 截止目前 微软市值高达1.55万亿美元 比谷歌和脸书的市值都要高 微软有足够的资源来投资TikTok在美国的业务 并向脸书Instagram甚至谷歌的YouTube发起挑战 目前微软旗下只有一家供专业人士使用的社交媒体LinkedIn 字节跳动首期执行官张一鸣 周一在给公司员工的一封信中 就有关传闻做了较为全面的介绍 信中说 尽管我们一再强调自己是一家私营企业 并且我们愿意采取更多的技术方案来消除顾虑 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还是认为字节跳动必须出售TikTok 张一鸣表示 我们不认同这个决定 因为一直以来我们都坚持确保用户数据安全 平台中立性和透明度 就在字节跳动和白宫反复过招之余 一场卸载抖音的舆论风暴正在国内发酵 按照普通家庭马化腾毁创阿里·杰克马的语句 张一鸣也被中国网友冠以断棘之犬张一鸣 一枪不明张一鸣 很多网友甚至声称要卸载抖音 他在国内这么着网友嫌弃的原因 无非就是在川普的重压之下 字节跳动把TikTok卖给美国 同意的太早 国内知名的媒体观察者网 在bilibili上发了一条视频 就是讲川普打压TikTok这件事 这条视频半天播放量已经超过了150万 弹幕有3.8万 还收获了十多万枚硬币 上了B站的全站热门排行榜 按常理说 中国企业被美国欺负的时候 网友们的常规画风都是疯狂吐槽川普 支持中国企业 但在TikTok事件里 网友们居然一边倒的嘲讽张一鸣 和他的字节跳动 主要的癥结在于 如观察者网所说 是美国先下禁令 抖音再做举措 还是禁令下来之前 抖音已经做出决定 其实在TikTok收购案上 张一鸣已经争取到了最后一刻 直到几个小时前 还发文说不能决定要不要出售 在中美两大国博弈的夹缝中 一个企业真的是无能为力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